如果你是黑色防寒衣的話 你就用黑色的防寒衣補膠 那如果你是淺色的防寒衣的話 就是用透明的防寒衣補膠 然後把這個先把它折一下 破掉的地方把它折一下 然後直接 然後上面再補一層 好完成 呀吼 歡迎收看衝浪天堂 我是阿嬌 沒錯 我們剛剛開頭已經示範完了 就是這麼簡單 接下來要補的這個部分 可能會比較難 因為我也沒有試過 然後它這件是我之前的防寒衣 它是M size 然後手臂跟腳臂的腳的部分 我覺得還蠻長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就是 各剪掉一些手還有腳的部分 然後來補在這邊 屁股的這個部分 因為屁股的話它有一些破損 所以它會有一些水會進去喔 所以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搞不好會翻車 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我們來進去看一下吧 今天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一支小刷子 那如果沒有像這種小刷子的話 你也可以準備一支 就是吃完冰棒的這個冰棍喔 然後一支射筆 一把剪刀 再來就是這個防寒衣的補膠 那這個補膠我今天有準備兩種 那一種的話它是透明的 它是比較淺色系的這個防寒衣來做使用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種黑色的 那黑色的話就是也可以用暗色系 深色系的這個防寒衣做使用 對我今天會準備就是這兩種 好那我們開始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看它的手的部分 因為它用久的話會鬆 所以大概現在越來越長 那M size的話對我來講也是稍微比較大 然後今天的話 我們就準備剛剛的這支筆 好我想要大概就是撿到這邊 畫一下 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也是 大概這邊畫一下 ok 好再來的話就是腳的部分 那腳的話也是比較偏長喔 因為穿久的話它都會變鬆 你看喔 膝蓋這邊 好我們後面的話這邊都是皺褶 對那基本上都要拉拉一拉 但是已經 墜 墜 對 已經墜下面了 那腳的部分的話我也是把它 用這個筆畫一下 大概是這個位置 腳的話就是大概是這個位置 好 然後一隻腳的話是在這邊 首先拿剪刀剪去手跟腳做魚的部分 首先拿剪刀剪去手跟腳多餘的部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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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换黑色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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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